我们的标题叫做林肯是个心机鬼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故事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这林肯知道了 他的全名是Abraham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是圣经的名字 就是远古的时候生了很多孩子的亚伯拉罕 好林肯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1842年的时候 第一段结束 所以在1842年的时候 一个美国的政治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James Shields 这大概不是重点 那他觉得呢 被这个林肯冒犯到了 所以这个slight这个字 很有意思 slight 一般slight这个字是 他的意思就是微小的 OK 不重要 slight OK slight 可是 slight这个字还有 就动词的意思 他会变成是就冒犯人家 这样子 所以 he felt slighted by Lincoln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感觉他被冒犯到 被得罪了 slighted 那那时候林肯也还小 还小 所以他强调是一个by a young Abraham Lincoln 然后呢 in a state of great fury 所以 in a state of something 就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下 所以state这个字也有状态的意思 OK 那我们说 而且这场看到的一个结构就是 state of mind 就是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 什么样的思考状态下 OK 例如说我现在觉得内心蛮平静的 I'm in a very peaceful state of mind 这样就可以 所以前面可能加个形容词 形容词 peaceful state peaceful state 大概其实是这两个字走在一起 OK 那或者应该讲这三个走在一起 或者全部走在一起 所以 peaceful state of mind 所以这个state of mind 常常是三个字混在一起讲 就中间那个 就连一连的蛮轻 蛮让人家听得会 就你如果听力不是很强的话 你会觉得怎么都连在一起 state of mind state of mind 好anyway 来所以 他觉得 slighted by Lincoln 然后呢 in a state of what in a state of great fury 所以fury就是怒气 所以处于一个生气的状态下 他就挑战林肯来一个duo 所以这边一个字 so he challenged him to a d-u-e-l 这个字我们讲一下一下 我们把它跟duo放在一起讲 我刚确认了一下音标 两个音标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发音就有点有趣 所以我听过两个发音 一个就是duo duo duo 就没有you的音在里面 你看你我的你 那个你不就是you吗对不对 那你说把这个you放到 这个字里面就变成了duo 所以duo跟duo都是对的 因为我都听过 OK 那这两个字分别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你刚刚已经知道 duel就是对决 所以我跟你单挑啦 意思是duo duo duo 可以 那右边这个duo duo 则是双 像我们以前的CPU双核心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个duo CPU duo CPU 随便你 OK 好所以到这边 我们刚刚看到哪里 duo 所以他就挑战了一个单挑 challenge him to a duo Lincoln agreed 他就同意了 but on one condition 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 所以条件有的时候介细词就是on on one condition the duo had to be fought by sword 好所以剑这个字 我记得我也蛮常讲这个字 这个字的发音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很丢脸的回忆 甚至可以说 曾经在一个老师 在全班的面前纠正我这个字的发音 我以前以为他的发音是sword OK sword那不对 后面就是or加一个d ord 所以你把前面再加个s 就简单的说就是sword sword 这样就好了 所以没有war的音在里面 没有w的音在里面 你就直接念sword sword就可以了 有点像sword 就是分门别类sword OK 那只是把t变成了d sword 所以那是什么 这是刀剑 所以这个duo必须用刀剑解决 而且不只用刀剑解决 他还强调 林肯还有另外一个规则 所以not only would it have to be fought by sword Lincoln stipulated that a line should be drawn in sand in the sand which neither man could cross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stipulate就是可以把它翻译成规则 所以他又定了一个规则 就是我跟你之间花一条线 那那个线我们两个都不能跨过去 so a line should be drawn in the sand 所以他们在沙上面打这样子 那这个line呢是which neither man neither就两者都不可以 neither man could cross so either man could not cross 两个人都不能跨过他 Now Lincoln was a notoriously large fellow 但是林肯这个人呢 他是很高大的 and known to have extremely long arms 大家也知道 他手臂很长 所以whereas Shields was of more average size 而Shields这个另外一个 他的对手呢 则是就普通人 普通身高大小 this gave Lincoln a tremendous reach advantage 所以就给他呢 一个在这种 在reach方面 在这个长度上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realizing there was no way he could possibly have fought Abraham Lincoln under such conditions James Shields decided to not go forward with the duel and backed out 所以他就知道 哎怎么打 不可能打得赢啊 所以condition我们刚刚说on 可是也可以用under 所以在这样的condition之下 你看中文也是用下 对不对 所以用under以下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 他是不可能打得赢他 所以他就退出了 he backed out 所以back out这个字退出这样子 OK 好所以觉得这故事有趣吗 hopefully 好但我们今天或许讲的一个重点是 这两个duo的分别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